阿富汗塔利班称又攻占两个省会城市平民伤亡增加 白宫发言人为美国加速从阿富汗撤军进行辩护 美国纽约州州长科默宣布辞职 仍然拒绝承认性骚扰的指控 称要求他下台的压力是出于政治动静 扬州市疫情处于高峰平台期 广邻区、寒江区7地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主城区展开第六轮大规模核算检测 国药集团终生疫苗已经完成18岁以上 3到17岁人群的一二期临床试验 3岁以上人群接种三剂疫苗能够诱导较强的抗体反应 7月23号至今 郑州车管所已经查验报废机轮车5934辆 4500多辆已经被保险公司完成理赔 国际拼联公布新一期的世界排名 单单樊振东马龙许新包揽前三 女单陈梦稳居防守 而孙影沙范超一同内城 文旅部将建立全国卡拉OK音乐违规曲目清单制度 卡拉OK音乐不得含有危害国家肯一等内容 小米发布会雷军立下了三年冲击到世界第一的目标 而对小米11所爆发的质量问题遗而不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新闻不生活 早安 今天是2021年的8月11号星期三 上海早晨正在平来前行的一天 各位早安 我是张一新 各位早上好 我是一轩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心天气 那具体的天气情况 马上直播连线上海中心气象台的李力 早上好 李力 李力早上好 一轩一新早上好 那昨天深城市下起了雨 不知道今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来介绍一下吧 好的 今天是因到多运有时候阵雨或雷雨的天气 那么局部地区雨量可以达到大到暴雨的程度 偏南风三到四级 全天气温在27到30度 相当湿度70%到95% 同时今天凌晨三点钟 上海中心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 也请大家在户外工作时注意安全 二位 那根据预报说 未来几天可能会有一大波的暴雨 吸来具体的情况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富二代高压加强 西深北台是接下来这一大波降水的幕后推手 西南暖湿气流和北方扩散南下的冷空气 在长江中下有一带频繁的交汇 造成一天几场雷震雨和类似黄霉天的体感 11到13号受低窝气变线影响多强对流天机过程 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7到9级的雷雨大风 其中今明两天有大到暴雨 13号有大雨到暴雨 局部地区有大暴雨 那么本次过程的局地性较强 雨量分布不均 累积雨量局部地区达到150到200毫米 小时最强雨量40到70毫米 预计14号到17号降水才会有所减弱 多分散性震雨和泪雨天气 也请大家接下来及时关注最新的预警信息 合理安排生活出行 二位 好 非常感谢李立哥 我们带来及时的迹象资讯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上海早晨的新闻 首先来关注国内疫情 国家卫健委通报 9号全天内地报告新增 新冠肺炎本土病例108例 报告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0例 而在新增的病例当中 扬州市最多的达到了48例 截至目前 全市累计报告 本土确诊病例394例 其中轻型72例 普通型289例 重型26例 微重型6例 共有187例确诊病例 在扬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治疗 目前所有患者 生命体征平稳 有媒体统计发现 扬州现有的重症和微重症病例 占国内现有重症病例数的70% 扬州本轮疫情发生在 人员聚集的密闭场所 老年人居多 近一周以来的每日新增 均在30例以上 依然面临较大防控压力 目前 共有8支医疗队 653名医务人员 进驻扬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开展救治工作 收治的确诊患者中 60岁以上人群超过7成 都不同程度 伴有一些基础性疾病 昨晚 经扬州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指挥部研究 将扬州市广陵区 寒江区7地 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扬州市今早6点30分起 开展主城区第六轮 大规模核酸检测 昨天 两座猎鹰号硬气膜实验室 在江苏扬州国际展览中心 紧张搭建中 将用于大规模核酸样本的 检测与筛查 该实验室配备PCR扩增仪 全自动核酸提取等设备 可实现检测的全流程自动化 全部投入使用后 每日可检测15万管 如果按照10比1的混检比例 每日可筛减150万人次 那我们整个的检测能力 将一下子在解决南 解决扬州本地的检测能力 那我们可以达到15万管 这么的一个检测能力 每天24小时 那此前我们报道了 扬州广陵区以检测点 设置不规范 现场组织混乱 截至8号下午已经导致 23人因与确诊人员 密切接触后被感染 而根据扬州的流调通报 和该检测点相关的病例 目前还在增加 而目前扬州多名干部 因为防控不力被问责了 好我们再来关注 南京疫情的相关消息 南京9号新增的 两例本土确诊病例 均在其中隔离点发现 其中一例病例 为4月大的婴儿 新入院的4月0的患儿 为确诊病例的密接 此前在集中隔离点 隔离观察 院即时成立了 有儿科专家参加的 专门医护团队 对孩子全范围精心医治 主要对对症治疗 和营养支持为主 同时加强护理 目前该患儿病情平稳 此外 南京市人设局 在发布会上表示 职工因黄马居家 隔离观察期间 企业安排职工居家办公的 应依法支付相应工资 各企业还应保障 黄马转绿马职工 劳动权益 我们再来关注江苏省纪委监委消息 东部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冯军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徐勇 均涉嫌严重 违纪违违法 目前正在接受江苏省纪委监委 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那东部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呢 它就是南京路口国际机场的母公司 上个月23号 也就是被爆出多名员工 感染新冠病毒三天之后 江苏省委决定 暂停冯军的党委书记董事长的职务 他从去年11月起担任这一职务 迄今仅仅9个月的时间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北京 北京市昨天通报 截至当天零点 北京已经连续五天 无新增经外关联本地感染者报告 累计看7月28号至8月9号 北京共报告9例经外关联本地感染者 其中有两个家庭 在7月20号至24号期间 先后入住张家界同一家酒店 那该酒店在同时段曾经接待大连报告的三例 无症状感染者 北京要求对冷冽员工和厨师 保安保洁等重点岗位的工作人员 每周至少要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另外湖南9号新增 本土确诊病例6例 均在张家界 疫情形势日渐明朗 目前湖南已经启动12到14岁人群的 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而河南9号新增的37例均为无症状感染者转归 其中郑州有35例 驻马店有一例 开封有一例 此外新增本土的无症状感染者两例 那连日来停泊在浙江州山的洪进轮 因为出现发热船员引发了关注 9号该船16名船员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 其中11人已经被转移到定点医疗机构 随够均被确诊为新冠确诊病例 那昨天的洪进轮船员派遣公司的负责人 就告诉我们的记者 说因为这批船员上船的时间比较早 所以还没有完成疫苗的接种 洪进轮船员派遣公司负责人张先生告诉记者 除了首批共11名海员转移下船就医之外 其余患者暂时流传治疗 现在有关部门正在紧急安排第二批海员下船的相关事宜 不出意外的话将在11号完成对全部20名海员的转移 除了救治船员之外 在对全船进行彻底消杀后 将会有换班船员到港轮换 张先生透露 因船上这批船员是去年九月份上的船 之后就没下船 所以均未注射新冠疫苗 昨天下午 周山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称 周山市共230余名工作人员参与红进轮救助 军案要求规范做好防护 坚决守住不发生院内感染 不发生与本次疫情相关的本土兵力的底线 而据中国生物官微的消息 日前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 已经在国内完成18岁以上 3到17岁人群的一二期临床试验 那结果显示 3岁以上的人群接种3剂疫苗 能够诱导较强的抗体反应 根据已有试验结果显示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 在3岁以上人群中接种3剂后 安全性与耐受性良好 并能够诱导较强的抗体反应 接种3剂可以大幅度提高疫苗保护效果 报道指出 面对传染性更强的变异毒株 从长远角度而言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接种3剂能够更好地强化 对抗新冠病毒的能力 但与之相比 当前更重要的还是要应接进阶 完成2剂新冠疫苗接种 降低病毒传播风险 构助健康免疫屏障 而鉴于疫情防控要求的提升 上海的核酸检测需求明显增加 市卫健委统计数据显示 近期全市核酸检测量日均是在30万的以上 这个数字是之前的三倍左右 为了保障广大市民愿检近检 护上多家医院采取了 加开检测窗口 延长服务时间 简化线上预约等等措施 让常态化的核酸检测 越来越安全便捷高效 早上7点开始 岳阳医院核酸检测窗口间的人流落绿不绝 安保人员反复提醒大家 戴好口罩保持排队兼去 上午9点 两小时的采样量已达300多份 预计全天检测量将达1200份左右 院方表示 近期返乡回户主动检测人员有所增加 而医院内高风险岗位工作人员也增加了检测 发热门诊 核酸检测窗口 保洁后勤等一线工作人员的核酸检测 从一周一检变为两天一检 普通医务人员从两周一检变为一周一检 我们已经扩生到每天单管测试达到5000人份 并且我们在发热门诊 还有这个快检的设备 能够保证一个小时里面就出报告 为节约登记时间 院方提醒市民可以通过手机 提前在医院官方微信公众号上 填写个人信息并完成线上流调 线上挂号同样支持医保支付 目前 岳阳医院提供24小时核酸检测服务 检测后 一般4到6小时就能出结果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近期的核酸检测量也不断上升 记者发现前来检测的市民都是提前在医院公众号上进行了 无接触自动开单 微信上搜索上海儿童学中心患者服务号 我们有核酸检测的功能模块 目前全市156个核酸检测机构 最大日均检测能力 可实现单管单人次近80万份 记者周文韵报道 正在实行封闭管理的川沙新镇新园西院小区里 部分老年居民是没有智能手机的 也不会叫外卖 买菜难呢就成了他们的烦心事 而小区临时党支部了解到情况之后 第一时间向川沙新镇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反应 经过协调 推出了爱心平价菜配送服务 早上7点 一辆小货车开到新园西院小区门口 车上装载的生鲜果蔬 鸡蛋大米等 都是居民们前一晚订购的爱心平价菜 共有120份 随后 配送人员将这些平价菜 搬到指定的快递外卖投放点 在小区门口隔离线以内 志愿者们将所有平价菜 统一运到小区中心广场 然后按楼洞分检好 再一份份的送到居民家门口 每天7点钟左右 生活保障组的志愿者们 会将菜一一地分配到相应的楼洞 由我们的零一守望组的志愿者 在7点半前 确保把菜送到居民的家中 为了保障居民们的日常生活走续 志愿者们提前一天在微信群里 收集居民们需要购买的生鲜商品信息 然后反馈个镇里 镇里由第一时间与生鲜电商平台对接 平台以套餐形式 为居民配送爱心评价菜 每份在10元到50元不等 菜单每三天更新一次 我们是按最低最低的进购杠给他们的 人工啊 包装什么都价格都不算了 菜品新鲜 当天生产 当天摘下来的菜送进去 第二个就是安全保障 所以我们所有的蔬菜 肉品都有检测报告 我们会坚持到小区解封为止 上海电视台记者报道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就中方决定召回驻立陶宛大使发表谈话 近一段时间立陶宛政府不顾中方反复交涉 小以利害宣布允许台湾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 那此举公然违背中立两国建交公报精神 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决定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 并要求立政府召回驻中国大使 中方正告立方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是中国同其他国家发展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 中国政府和人民实现祖国统一的决心不可动摇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红线不容触碰 中方敦促立方立即纠正错误决定 采取其实措施消除恶劣影响 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也正告台湾当局台独是死路一条 图谋在国际上搞分裂活动绝对不会得逞 好我们再来关注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加西德10号宣布 塔利班已经攻占西部法拉省首府法拉市 自美军5月1号开始匆匆撤离阿富汗以来 这已经是塔利班宣布攻占的第7个省会城市 有报道称为了避免造成平民伤亡 政府军撤出法拉市 10号下午撤退到城外一处军事基地 另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塔利班当天还攻占了阿富汗北部 巴格兰省首府普勒胡姆里 不过法拉市一名议员表示 政府军仍然控制着当地情报机构和一处军事基地 此外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报道 巴格兰省首府普勒胡姆里当天也被塔利班攻占 阿富汗黎明新闻电视台援引安全部队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阿富汗政府军已经撤离普勒胡姆里 此前塔利班已经宣布攻占了6个省会城市 随着美军加速撤离阿富汗 塔利班与阿政府军之间的战斗日趋激烈 当地安全形势持续恶化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阿富汗代表9号指出 战事导致平民伤亡增加 据美联社报道 西方国家在阿富汗耗费20年时间斥资数十亿美元 试图帮助阿富汗政府军对抗塔利班 但眼下的局势表明 西方国家的军事行动并未取得成果 而在昨天 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再次为美国加速从阿富汗撤军进行辩护 并表示美国总统拜登不认为塔利班占领喀布尔 已经是板上钉钉 普萨基当天表示 美国总统拜登敦促阿富汗政府军利用美国过去20年来为其提供的培训援助等发动反击 有记者问阿富汗现在很多城市被塔利班占领 美国是否对此感到沮丧 普萨基表示 美国总统必须代表人民做出艰难决定 拜登5月就表示 在经历了20年战争之后 美国军队是时候回家了 当被问及美国是否高估了阿富汗政府军击退塔利班的能力时 普萨基没有回答 自5月发动一系列攻势以来 塔利班就已经占领了阿富汗农村的大部分地区 如今正从农村向城市发动进攻 一些媒体认为塔利班攻占昆都市市 可能标志着阿富汗局势发展的转折点 不过阿富汗政府否认失去对昆都市的控制 另外美国国务院9号发布声明说 美国政府阿富汗和解事务特别代表哈利勒扎德 以赴卡塔尔首都多哈准备会晤国际组织和地区国家代表 敦促阿富汗塔利班停止军事进攻 同时协商达成一份政治解决方案 深陷性骚扰丑闻的美国纽约州州长科莫昨天宣布辞职 其辞职决定将在两周内生效 但科莫仍然拒绝承认性骚扰指控 并声称要求他下台的压力是出于政治动机 他将斗争到底 据美联社报道 在美国疫情高峰时期 科莫曾在防疫指导工作上获得赞誉 但此后接二连三爆出的性骚扰丑闻 令科莫的名誉扫地 从今年年初开始 陆续有约11名女性指控科莫涉嫌性骚扰 科莫已经在政府内部受到孤立 纽约州议会正在推进对他的弹劾程序 他的盟友也弃他而去 不过在当天的辞职声明中 科莫仍然拒绝承认性骚扰指控 声称自己只是与他人过于亲近 科莫表示 自己受到的性骚扰指控 是有人出于政治动机制造的 对此他将斗争到底 他还表示 政府对此事的调查工作将花掉纳税人数百万美元 而这些时间和金钱 本该用于应对迫载眉睫的新冠肺炎疫情 和枪支暴力问题 上周 美国总统拜登曾经呼吁科莫辞职 科莫辞职当天 拜登称没有事先收到通知 但他尊重科莫的决定 针对科莫辞职一事 纽约有不少居民表示惊讶 也有一部分居民表示高兴 据美国媒体报道 在科莫辞职后 62岁的纽约州副州长凯西霍初尔 将会接替科莫成为纽约州首个女州长 据路透社报道 当地时间9号 美国爱波斯坦性侵案原告 弗吉尼亚朱弗雷正式对英国女王次子 安德鲁王子提起诉讼 称自己此前曾经多次遭安德鲁王子性侵 而事发时自己还不满18岁 在向纽约曼哈顿地区法院提交的民事起诉书中 朱弗雷透露自己在约20年前 曾多次被安德鲁王子性侵 并遭其虐待 当时自己才17岁 早在2019年 朱弗雷就曾对安德鲁王子提出过性侵指控 但对方极力否认 截至目前 安德鲁王子方面尚未对最新诉讼做出回应 现年61岁的安德鲁王子 是爱泼斯坦的旧教中最知名的人士之一 因涉嫌合谋管脉和性侵未成年女性 爱泼斯坦于2019年7月被捕 随后在狱中自杀身亡 由于生前发迹史神秘 常年与西方权贵交往 爱泼斯坦案备受关注 好的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上海早晨 稍后半小时您还想看到 国际拼联公布新一期的世界排名 南丹凡震东马龙许新包揽前三 女丹陈梦稳居榜首 孙影沙版超一套美成 小米发布会 雷军立下三年冲击到世界第一的目标 对小米11所爆发的质量问题避而不谈 上海阴导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7到30度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度 南京大雨转中雨25到26度 河飞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 杭州终于转小雨27到31度 济南多云24到32度 南昌终于转雷震雨26到31度 苏州暴雨转小雨26到29度 澳门雷震雨27到31度 香港雷震雨26到31度 上海阴导多云有时候震雨后雷雨27到30度 各位早安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的7点29分 上海早晨正在迎来全新的一天 我们来了解一下上海环境监测中心 金城发布的及时攻击质量指数 AQI指数15 一级优 没有污染物 好下面走进今天的早晨全媒体 我们来看一下昨夜金城各家媒体在关注哪些重点消息 首先来关注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发布 关于建立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的意见 那意见就明确 国家在一本基本的医疗保障制度的基础之上 统一制定特殊人群的保障政策 地方不得根据职业年龄身份等等 自行新出台特殊的待遇政策 那在此次疫情传播链条当中 张家界的魅力相吸演出 成为了一处主要的传染源 7月30号张家界关闭了市区内的所有景区景点 而当时来自北京的包先生和公司的同事 正在张家界旅游 疫情发生之后呢 包先生一行就就地的隔离在了入住的酒店 那这段时间以来他们的生活状况如何呢 我们来通过包先生拍摄的视频 来看看他的隔离生活 这是我们这两天住的这个房间 带大家来看一看 这个房间呢 因为现在这个不敢锁门 因为锁上门之后呢 前台没有人帮我们开门了 所以呢 我们都是用挡舌 再加上一些其他的物品 把门合开 这个房间没什么特殊的 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客房 普通旅游期间标价应该是680 后来到期之后呢 房价调升了300 因为没有什么客房服务啊 从8月2号以后呢 都是由当地政府 帮我们来做的费用 所以呢 也就不需要我们自己再掏钱了 从7月29号我们入住酒店 7月29号在这隔离 十几天了 中间换过一次装品 好像晚饭吧 去看看 在这呢 看着就还不错 蔬菜多一些 好像也没有太多辣椒 我之前说呢 这边饭菜呢 油比较大 也偏辣一些 提了一些建议 看还是有改善的 这个是我们采购的一些食品 已经户序都到了 还有一些呢 是北京的家人或者朋友 帮我们寄过来的 东西还是比较齐全的 生活虽然说不上好 但是肯定不急 从这个安全出口出下去之后呢 应该是可以到一口 前两天因为我们当地嘛 是红马 所以我们都不让出外 前天嘛 开始变成了当地的绿马 但是因为不能聚集 所以呢 基本上就是个人 一个人两个人 出外溜达一下 走出外之后 就应该是酒店的游泳池 这也是我们这两天 能够走到的最远的地方了 大家小的时候啊 在西游记当中 看到过的悟空圈 近日呢 出现在了核酸检测的现场 七号在湖南张家界 一核酸检测点之外 为了保持安全距离 市民站在粉笔化的 圆圈内排队 每个圆圈相隔一米 前一位市民 核酸检测完成之后 人们就依次移动到 下一个圈内 那网友纷纷点赞 说此举呢 是保持了安全的距离 还有网友调皮的说 师傅 你在此地不要动 前面的人动了 你在动 我们再来关注前几天 网传郑州一男子 因为去郑州六院上厕所 而被隔离14天 那这件事呢 引发了热议 有人啊表示同情 也有人表示怀疑 这件事的真假 那昨天呢 我们的记者联系到了 当事人周先生 他说事情呢 是发生在上个月的25号 自己去郑州六院 上了个厕所 前后也就五六分钟的时间 但万万没有想到 第二天防疫部门的工作人员 就打电话找到他了 当时是7月25号吧 那个时候 我记得应该是 我那会儿想上厕所 完了之后 就把车放到停车场 去六院上了个厕所 然后回来之后 第二天晚上 然后就是那个防疫中间的人 就打我的电话 就说要求要做核酸 要隔离 我从扫码进去 然后到上厕所出来 前后最多也就五六分钟的时间 这心情像坐过三车一样 你知道吗 我现在回头想想 我真的笑我自己 真的觉得自己都可笑 现在就是服从安排 就是对社会做贡献了 完了之后 让咱隔离 咱就隔离 这个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然后也奉劝 就是这个各位网友 然后就是出去的时候 做好防护 然后不要去中高风险区 完了之后 大家做好防护 希望我们这个郑州 疫情赶紧早点过去 恢复正常的生活 真的说实话 我特别想念啤酒和小龙虾的味道 目前周先生呢 已经进行了三轮的核酸检测 结果群为阴性 我们再来关注郑州暴雨 过去之后 泡水车的后续处理问题呢 成为了人们关心的重点 昨天记者来到720特大暴雨灾害 烟损车辆的停车场 那现场的工作人员说 这些车辆受损严重的 将会直接报废 经维修之后流入市场的 相关的记录都能够查到 航拍镜头下 成片成片的泡水车 密密麻麻的排在一起 现场工作人员说 厂内4500多辆机动车 均已被保险公司完成理赔 并委托第三方公司做后续处理 这次会加大 不可修复车辆处置的力度 我们这些车如果是受损严重 它可以就直接就通过这个 这个基地上 做这个报废的处置 那有一些相对车况轻一点 受损轻一点的这个车辆 可能是通过塞电 或者是修理厂的雷修 然后再去进行一个一个销售 从这个邦尼斯的报案 一直到我们的保全 一直到后面的处置 都是全流上都是透明的 所以这个车 可能是如果大家查到 这个车的任何问题 也会有这么一条保险理赔的记录在 7月23号以来 郑州车馆所已经查验 报费机动车5934辆 车主只需拨打 机动车回收企业的电话 工作人员就会到 车辆所在位置免费拖车 注销业务办理后 回收证明和注销证明 会在第一时间免费邮寄到 车主手中 确保及时获得理赔 近年来 KTV的热度虽然是有所下降 但是各种迷你 K歌坊 以及其他形式的 点唱服务形式 不断地涌现出来 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消息称 将建立全国卡拉OK音乐 违规曲目清单制度 那歌舞娱乐场所播放的 卡拉OK音乐 不得含有危害 国家统一 主权或领土完整的内容 不得含有宣扬邪教 迷信 宣扬淫秽赌博 暴力毒品 以及教唆犯罪等等内容 新规将于10月1号起实行 好我们再来关注9号 微信公众号墨言 发布了一篇题为 墨言开公众号了的微信推送文章 正式宣布了诺贝尔文学奖 获得着著名作家墨言 开设该公众号的消息 饭量大睡眠少体力好 这是墨言在公众号里对自己的描述 网友看后表示 看了这个排版 就觉得公众号里的墨言 像刚学会玩微信就跃跃欲试的长辈 有点迫不及待 还有点可爱 墨言开公众号了 已经发布 阅读量很快就突破10万家 在这篇文章里 墨言发布了一段视频 解释了开设公众号的原因 那就是向年轻人学习 这是我新进开设的一个公众号 这里会发布我一些最新的创作信息 以及我对创作的一些感悟 看法 想法 也同时会展示一些我的作品的片段 我非常希望能通过这个平台 跟大家建立一种密切的互动关系 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跟我进行交流 谢谢你们 该推送文章还介绍 每周一晚上10点 微信公众号墨言会发布两篇图文 头条发布墨言的文章 第二条会发布一段音频 根据认证信息显示 该微信公众号注册于今年6月29号 7月8号认证为墨言 其简介为 我是墨言 我想和年轻人聊聊天 而早在8月2号 该微信公众号就已发布了两篇推送文章 分别为 我为什么叫墨言 以及墨言和你聊聊天 终其一生做个平凡人有错吗 事实上 这已不是墨言首次尝试通过新媒体方式 和读者交流 去年9月 墨言就以短视频创作者的身份 进驻抖音平台 并与读者分享了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 最新作品 《晚熟的人》 那同样是入驻新媒体平台做宣传的名作家 还有刘振云 昨天他通过抖音平台介绍了 睽違四年推出的超现实主义小说 一日三秋 同时呢 他还表示将持续的为读者推荐自己心中的好书和新书 与读者交流阅读和文化生活 大家好 我是刘振云 带来了我的新书 一日三秋 我说里边最重要的要有思想的含量 文学的潜台词 是哲学 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 前一半的话呢 许多作家都能写得非常好 问题是作品的后一半 90%的作品后一半就掉进了 掉下去是什么 许多人认为是 唯学的原因 不是热学的原因 谢谢每一个读了这本书的朋友 希望以后我们能够面对面的 在这里跟大家进一步聊一聊文化和生活 刘振云1958年出生于河南炎金 是新写实主义小说代表作家之一 著有一地鸡毛 温故1942 我叫刘月进 等十多部小说 其中一句顶一万句 曾获毛顿文学奖 作品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出版 2018年 他被法国文化部授予 法兰西共和国文学与艺术歧史勋章 名作家纷纷拥抱新媒体 那电视机前的您怎么看呢 您会关注他们的公众账号吗 那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上市互动8 来参与今天互动话题的讨论 好我们再把视线转向香港 昨天长期从事反中乱港活动的 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宣布解散 并及时停止招收新会员和续费会员 那简称教协的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 常年以教师组织名义 煽动暴力宣扬港独 针对教协反中乱港活动 香港各界多次提出了批评 指出香港教育要正本清源 必须铲除教协这一乱港独留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7月31号宣布 全面的终止与教协的工作关系 另外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昨天表示 特区政府支持以本地立法的形式 将反外国制裁法纳入香港基文法附件三 气势履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限制责任 林郑月娥表示 全国人大已通过的反外国制裁法 目的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 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特区政府有义务履行限制责任 都有一些外部的势力 外国的政府 或者是一些西方的媒体 又会值此炒作 好像你刚才问 是像想弱化到金融中心的地位 或者是各界对于香港的信心 所以有一个本地立法的过程 将会让我们更加能够可以 澄清理清了反外国制裁法 在香港实施的法律框架 法律的程序 与此类 林郑月娥还表示 在香港本地尚未立法前 特区政府将通过现有法律 配合中央的反外国制裁行动 林郑月娥同时申明 反外国制裁法 不是国家主动制裁 其他地方的人事或机构 而是当有人无理粗暴的制裁国家机关 或中央及特区官员时 我们必须具备的反制能力 记者于华 罗世元香港报道 欢迎回来 那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 国际听联在昨天公布了新一期的世界排名 南单 樊振东 马龙 许新 包揽前三 马龙在未免奥运南单冠军之后升至第二位 而女单方面 陈梦是稳居榜首的 而孙颖莎奥运会上两度击败了伊藤美成 他的排名也超越后者上升到第二位 伊藤美成则跌到了第三位 而这个话题很快就冲上了热搜 对于排名上的反超 孙颖莎也进行了回应 20岁的中国小将孙颖莎 因为在东京奥运会女单和女团决赛中 两度击败日本女拼一姐伊藤美成而走红 在国际拼联的最新排名上 孙颖莎反超伊藤美成 位列女单第二 然而这份荣誉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家庭的心酸悲痛和付出 为了让孙颖莎全力备战奥运 家人将奶奶去世的消息隐瞒了下来 而且一瞒就是三个月 出生在石家庄的孙颖莎 由于父母工作忙 小时候一直由爷爷奶奶带 孙颖莎和二老的感情非常深 就连去球馆练球也常常有两位老人陪着去 得知奶奶去世的消息 赛场上从不轻易流泪的孙颖莎 不住的抽气非常伤心 同样在东京奥运会上 亚洲飞人苏炳天的表现让人惊艳 他在赛后透露 自己下一站会回到济南大学任教 那想知道苏炳天的课堂是什么样的吗 他此前的技大第一课的授课视频 最近在网上活起来了 这是苏炳天在济南大学 以副教授身份上的第一堂课 教一百名学生五十米短跑技术要诀 还和同学们玩起了跑步连连看的游戏 在整个带动他们在上体育课的过程当中 我感觉他们非常的暖心 我让我感觉整个人可以轻松下来 以前因为照作为运动员来说 可能平时在训练也好 比赛也好 精神神经会奔得很紧 可能会了 回到下雨的话 可能自己会更加轻松 同学们说苏教授的课逢开必报 每次都被秒杀 我们可能也不会说面临一个竞技 或者面临一个比赛 然后更多的可能是平常的健身 然后跑步 那更科学的一个热身的方法 可能会对我们的帮助更大 看了苏教授的课堂视频 不少网友喊话 能开网课吗 昨天小米举行2021秋季新品发布会 雷军回顾了小米手机 过去曾经历的困难 并且立下了三年冲击到世界第一的目标 但是遗憾的是 雷军在现场系数过往小米高端机时 从小米10直接跨越到了小米11Archer 并没有提及并且回应小米11所爆发的质量问题 发布会上 雷军回忆2014年的乌镇大会 提到当时理想目标要在5到10年内做到全球第一 现在7年时间已过 根据上个月Canales发布的最新报告 小米手机销量超越苹果 首次晋升全球第二 雷军立誓用三年时间冲击世界第一 雷军还动情地宣布 向小米手机首批18.46万用户 每人赠送1999元红包 以此表达对所有米粉的感激 这18.46万小米的首批用户 给了我们3.7个亿 我提议呢 我们能不能把这3.7全退了 最后呢我们正式决定 向小米手机的首批18.46万的用户 每个人赠送价值1999元的红包 此次新发布的小米MIX4首发搭载 骁龙888PLUS处理器 同时新增系统均衡模式 控制能耗 掌握散热 并配备了超大面积石墨烯散热材料 这也被勾连到此前小米11所爆发的质量问题 过去数月 不少用户反映小米11烧主板 烧WiFi 黑屏等质量问题 8月6号 小米官方回应 将为出现此类现象的用户 进行售后检测后 做换新机处理 此次能否通过小米MIX4 打消消费者因小米11而产生的质量疑虑 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连而来 阿里女员工称被灌酒猥亵一事 持续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那目前呢 相关的企业公布了阶段性调查和处理决定 对涉事人员进行了处理 与此同时 济南警方的调查取证工作也正在展开 据澎湃新闻报道 济南市公安局已就阿里女员工称 被灌酒猥亵事件成立工作专班 负责该案件的侦办事宜 警方同时强调 该案件很多细节都发生在私密空间 调查有难度 侦办结果完成后 一定及时向社会公布 另外 记者从事发的瑜伽灯火济南环宇店获悉 警方已经到该饭店进行了调查取证 该饭店的部分员工也已到派出所配合调查 昨天 一名店员叙述了其在门口看到的情况 另据新京报报道 饭店工作人员称 设施包间里没有监控 据事发当日值班人员回忆 该女员工在包间已处于醉酒状态 当时包间只有一位女士 七八个人喝了四五瓶白酒 昨日有媒体披露 阿里女员工自述遭侵害事件设施酒店 为亚朵清居济南西克站点 亚朵集团回应 经初步核查门店不存在网络所传酒店违规制作房卡的情况 并已将所有的音视频材料作为证据提交给了警方 那阿里女员工被侵害一事持续受到了网络的热议 昨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表评论 铲除潜规则滋涨的土壤 文章说 阿里女员工被侵害违反法律的行为要严惩 深层次的霸凌文化 酒桌文化等潜规则问题同样要铲除 破除潜规则 每个人都不是看客 从我做起 人人自觉抵制 才能积着阳青 扭转击毙 让潜规则失去土壤 失去通道 失去市场 真正的形成遵守法律法规 正气充盈 重得向善的良好社会氛围 那昨天我们报道了影视演员余月仙 出车祸去世的消息 那随后呢 车祸现场的画面曝光了 可谓是触目惊心 现场画面显示 车辆损毁十分严重 车顶已经被掀开 汽车头部也已经破碎 严重变形 地面上散落着汽车碎片和骆驼毛 路边也有着很明显的刹车痕迹 据当地交警表示 余月仙当时所坐的位置 是在副驾驶后面的位置 车上一共有四个人 都系着安全带 车祸原因可能是骆驼进入了行车道路 司机避让不及时发生碰撞 最终酿成悲剧 车祸锁经道路是S228线公路 该公路部分路段 由铁丝网隔离了车与动物 但据当地牧民说 出事地点常有放养骆驼穿越公路 对此媒体也指出 道路联系了空间又隔离了空间 无论是对野生动物还是放养动物 如果不进行合理防控 很容易就出现问题 甚至以惨烈的事故形态表现出来 而跳出个案来看 避免车撞骆驼之类的悲剧 在当前的条件之下 探索更和谐的人与动物的交互模式 而且用更系统的视角 和更扎实细致的工作 来完成信息指引 动物通道的设计和设施配备等等工作 可能都是值得我们尝试的解决思路 好 以上就是为大家梳理的 各家媒体的重点消息 早晨出行 我们来关注早高峰地铁的运营情况 马上联系地铁运馆中心值班长 玉一斌 早上好 玉制班长 玉制班长早上好 早上好 那今天上海地铁路网的运行情况怎么样 请介绍一下 关注出行 关注地铁早高峰 零近八点一起了解下 当前的地铁运营情况 目前全路网的客流 已经达到了53.1万人次 近站客流排名靠前的站点分别有 四京 惠南 省都公路 新庄 以及九亭 根据预测 今天早高峰时段 路网满载率达到90%以上的区段 可能会出现在6号线 8号线 9号线 11号线 16号线 以及浦江线 请乘客们留意 接着重点关注一下16号线 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16号线鹤沙航程站 这是前往荣阳路方向的一组后车站台 可以看到早高峰期间 站台上的客流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那今日随着上海天文馆的人气上涨 临近的轨交16号线 卧铺的呼吁 也是引起了大家的热议 这里也将给出答案 16号线没有卧铺 不过大家可以在16号线 现有的普通车 大战车 直达车 三种列车列车开行方式中 选择停站较少 用时较短的大战车和直达车 再来看下一个站点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16号线惠南站 这是一组近站的炸鸡 可以看到近站的客流也是源源不断 要提醒乘客 使用Metro大都会时 要提前打开蓝牙和二维码 那前面提到的 16号线用时最短的直达车 在现阶段工作日期间 两个始发站 分别会有两个班次发出 荣阳路站的发车时刻 为7点30分和12点30分 滴水湖站发车的时刻 则为12点整和17点20分 计划乘坐直达车的乘客 需要提前做好出行规划了 好了 以上就是当前的运营信息 好 非常感谢玉宜宾指班长的介绍 下面来看一下 目前早高峰的道路交通通信情况 马上连线上海市公安局 交警总队陈杰警官 陈警官早上好 早上好陈警官 早上好一心一轩 那今天早高峰上海的交通情况 怎么样 请介绍一下吧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 未来几天 本市将会出现分散性正雨 今晨气象部门 已经发布黄色雷电预警 首先提醒广大市民 要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 备好语句 做好防暑措施 机动车驾驶人 应保持充足的睡眠 切勿疲劳驾驶车辆 途御降雨失滑路段时 应轻打方向 还踩刹车 确保行车的安全 目前正值本市交通早高峰时段 部分高架道路 由于车辆出行集中 已经出现交通拥堵的情况 在一线高架的北向南 阴高西路至纪念路段 车辆通行受阻 同时突发路况也对局部交通 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京城在G15神海高速 往江苏方向 刘河大桥附近 发生一起两辆货车 相撞的道路交通事故 目前仍有一辆机动车 滞留现场等待牵引 后方至珠桥收费口 大约5公里左右 车辆通行时速缓慢 提醒需要途经的机动车驾驶人 注意现场的交通安全 此外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 积极对接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各区交通委等部门 指导各区交警支队 积极开展实地踏勘 确定治理点位和拥堵点治理方案 比如在常宁区天山西路 宜家访南侧 增设公安交通港湾市车站 奉贤区南凤公路 奉贤中医院门口 增设右转专用车道等 30余处点位 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出行的需求 持续缓解道路拥堵 确保城市道路的畅通有序 以上就是当前的路况 二位 好的谢谢陈警官的介绍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上海早晨 稍是休息 马上回来 美国参议院通过 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法案 美媒称 这是拜登获得首次重大立法胜利 美西正式加盟法甲巴黎 圣玉尔曼俱乐部 年薪获为3500万欧元 休于期结束 时令海鲜大量上市 中秋节临近 护上月饼届不断创新 深程12条无轨电车线路 一半将会调整 电子车会迎来怎样的变化呢 上海母女共利遗嘱 捐出千万遗产 感叹人这辈子无法永远拥有财产 中秋节与新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昨天我们曾经报道过上海市大数据中心推出了专门为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定制的随身码离线服务 市民反响热受到了老年人的认可和欢迎 那这些天呢全市多个行政服务中心 社区事务受理中心以及通信运营商的营业厅都迎来了一波申礼的小高峰 上午9点刘阿姨与几位同伴来到吴京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申领随身码离线马 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 完成登录验证信息在申领 两分钟 这台一网通伴自主终端就吐出一套纸质随身码 看到新闻说了 然后觉得这个蛮好 所以我们今天就迫不及待过来来搞了 方便我们老年人 在长宁路上的联通营业厅 工作人员也在一网通伴自主终端前引导老人打印离线马 到时候呢 这个你输入任何公共场所 只要这个离线马给到我们的工作人员 他们就是可以通过随身办APP 随身办微信小程序 以及支付宝小程序 扫一扫识别功能 都可以进行你这个随身码的一个识别 而且它的有效期为180天 这样方便的啊 以前呢 我不太看出门 因为出门要看那个随身码 我又不会弄 现在呢 有了这个离线马呢 方便多了 我自己呢 就可以自己行动 目前 离线马的申领只针对60周岁级以上老年人 一旦过了180天的有效期 则需要重新申领 那离线马领取后 如果不胜遗失该怎么办呢 如果离线马遗失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线下的自主终端机进行一个遗失 再重新进行一个申领 那么一天内仅可以申领或者补领一次 工作人员表示 也可以将离线马拍照 留存在手机相册内 妥善保存 只要那个 将那个二维码拍 留存清晰就可以了 也是同样可以进行扫描确认的 一些老年人建议 青少年版离线马 也能尽早投入使用 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是中秋节了 那有着170年历史的信花楼 今年再度脑洞大开 和雀巢跨界合作研发出了咖啡月饼 还牵手道乡村打破了广式月饼与苏式月饼的壁垒 那不拘一格的创新尝试也让百年老字号充满了活力 所谓咖啡月饼并不是咖啡配月饼 而是把咖啡作为原料做成了月饼 饼皮和馅料里都放了雀巢速溶咖啡 放在粘容里面 口感是最好的 把莲子粘磨成浆以后 加入咖啡粉 有一种莲子的清香和咖啡的醇合 希望通过两品牌的联合 让更多的消费者接受彼此 除了与国际品牌合作 信花楼今年还牵手有着200多年历史的稻香村 信花楼的广式月饼和稻香村的苏式月饼 第一次被放进同一只盒子 以前是更多的人 老师想着同行之间是冤家 其实不是这样的 超越竞争了嘛 据了解 信花楼方面还在酝酿 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合作 与明年推出大闹天宫联名款糕点与月饼 而今年的月饼季 在品种增加的同时 价格与去年基本持平 记者何小报道 随着8月1号 东海虾蟹开补 那眼下第一批海虾海蟹已经大量上市了 由于休渔期的管理严格 生态得以有效的恢复 今年捕捞到的海鲜更肥硕 梭子蟹普遍个头较大 8月15号即将迎来南海鱼类开补 那今年呢将会迎来水产大年 丰富咱们市民的残车 下午两点 在东方国际水产市场 活鲜交易区 从周山启东等地码头驶来的冷链车 送来一批批海鲜 一辆三轮车也等待卸货 海鲜批发商们纷纷快速拿货 大缩子蟹五两到八两左右一只 一箱15斤 批发价在250元左右 比去年同期便宜30% 小规格的缩子蟹 一箱在40到50元 平均下来一斤的批发价不过3元多 东方国际水产市场 一天的缩子蟹交易量高达150吨 面对南来北往的客商 市场方面做好了防疫措施 在各大标准化菜市场和生鲜超市 石令的鲜活缩子蟹调虾等海产品 也备受欢迎 记者两位号报道 夏天的水生植物当中 睡联科的王者王莲别具特色 王莲的花期为期到10月 现在正值最佳观赏期 上海陈山植物园 贡青森林公园 还有上海植物园的王莲 都已经悄然绽放了 在上海植物园 从二号门进入走过彩虹桥 宽阔水池内 王莲硕大的叶片便会映入眼帘 极易辨认 上海陈山植物园 水生植物园的200多株王莲 生长迅速 其中最大的叶片 直径已经达到1.6米 并在持续生长中 王莲池集中展示的 克鲁兹王莲 亚马逊王莲两个品种 虽然经历了台风 但因为园艺师提前采取了保护措施 王莲依然保持着最佳状态 正处在最佳观赏期 迎接市民游客的来访 来到贡青森林公园 畅青桥附近 最吸引人的就是叶大如盘的王莲了 叶片边缘垂直竖起 直径最高可达三米 一个一个的大盘子 浮在水面上十分壮观 近日永辉云创科技有限公司 因未事先征得消费者的同意 对每笔订单收取了一元的包装费 被徐汇区市场监管部门 没收违法所得 8059.2元 罚款3.2万余元 那昨天凌晨呢 永辉超市发布相关质切声明 不过上午仍然有市民反映说 永辉生活小城区 依然在违规收取包装费 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市场监管部门开启的行政处罚书显示 当事人永辉云创科技有限公司 自今年1月1日起至2月28日 在其运营维护的微信小程序 YH永辉生活家中 未事先征得消费者同意 对每笔订单收取一元包装费 共20万1480单 违法所得8059.2元 作为永辉云创科技公司的大股东 永辉超市人发布直线声明 表示高度重视永辉生活小程序 收取一元包装费的问题 对给消费者带来的不便 及其引发的社会关注 表示诚挚的建议 将立即整改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强制性的消费 让顾客选择是否要添加 收取包装费的费用 就像你是否要参聚也可以选 不过账务记者再次打开 永辉生活小程序 一元包装费依旧存在 现在是早上的八点多 点开永辉超市的手机小程序 可以看到 不管购买任何商品 还是有一元的配送费 且点击任何的按钮都无法消除 对此 徐汇区市场监管局表示 针对相关情况 上午已紧急约谈企业负责人 下午一点左右 永辉生活小程序 已暂停收取一元包装费 企业方表示 会优化系统合法合规收取费用 记者胡小虎报道 那对此是肖包委昨天表示 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 涉事企业有义务改正错误 对消费者做出赔偿或者补偿 如果永辉确实认识到 未经消费者同意 收取一元包装费是错的 那是不是应该把这一元钱 退还给消费者呢 希望永辉对此有个说法 收取打包费呢 如今似乎已经成了 外卖行业的一种普遍现象 看似不多的打包费 商家能不能收 收多少合适 消费者起码要有一个选择权 所以我们也希望 相关的市场监督部门 可以依法依规 来加强执法监督 我们再来说说 上海人都非常熟悉的辫子车 相信很多老上海人 一定不陌生 那上海的街头呢 曾经有超过1000辫子车 穿梭在大街小巷 是全亚洲最大的 地面无轨电车运输系统 不过随着城市不断的发展 和车辆新技术的涌现 那最近呢 是道路运输管理局就透露 计划将上海原有的12条 传统无轨电车线路 调整到6条 其他的触网线 电车杆等等配套设施 也将陆续拆除 作为一代上海市民 共同记忆的辫子车 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这两天 长白路上的这个公交 六路终点站很是热闹 这条线路上运行了35年的辫子车 不久之后就将正式和乘客告别 不少从小乘坐六路电车的老乘客 特地前来打卡留念 和六路电车一样 8路13路22路25路和28路 也在此次的调整之列 无轨电车的出网线 电车杆等配套设施 也将陆续拆除 也许现在的市民已经不再留意 电信杆上这个小小的数字 是电车运行特殊的密码 说明就是这一排路过来的 第24根电线杆 对我们来说呢有什么用 对我们驾驶来说 比方说这里有横崩线断练的话 然后就是他直接抱这个号码 就可以知道在哪里换 机务工老张与辫子车 打了小半辈子交道 更换煤金的这个动作 已经成了他的肌肉记忆 下雨天天天换 就像机车的润滑油 煤金让辫子能够顺畅的 在电网间游走 当然电车时不时的撬辫子 也是不少老上海人难忘的回忆 对上海人来说就是翘比兹 对吧 他有可能就要很多乘客下来 推车子 把车子推到架空线下面 自己再把那个 机电杆给搭上去 当时与柴油车相比 电车具有低噪音 低污染的优势 22条超过1000辆 无轨电车在深沉街头穿梭 也让上海越深成为 拥有全亚洲最大规模 电车系统的城市 但随着车辆技术的日新月异 辫子车的劣势也愈发凸显 雷暴雨天啊 我们要注意防雷击的 这次拆除的六条电车线路 将结合合杆整治和架空线入地 为城市上空腾出新的空间 同时 这些线路的车辆 将逐步由新能源车替代 车站设置和线路走向都不做改变 此外 14路 20路等保留的六条线路 也将继续探索最上海的打开方式 保留下来的六条 那个无垢点车线路啊 就是它的历史时间都超过六四年 那么 经过的历史风貌区啊 都超过百分之五十 我们无垢点车线路 背后所体现的历史文化 与城市的工芯 以及那个材料的技术发展 与充分的结合 为了确保运营安全 昨天开始 所有深重线公交线路上 都要求乘客乘车时 必须全程佩戴安全带 那目前的公交企业 已经对安全带进行了升级改造 未按要求佩戴时 座位会自动发出警报 上午 记者在无松码头的公交枢纽里看到 深重五线上的51个座位 已经全部安装安全带 车辆起步前 工作人员还会上车再次提醒 好 大家好 哥 车辆发动后 有乘客落坐在座位上 如果出现未佩戴安全带的情况 报警装置会以拖曝的方式进行预警 考虑到深重线路距离长 且途径高速公路 为确保大家的安全 如有乘客中途解开安全带 驾驶员在口头劝阻无效后 会在安全位置停车 要求乘客按规定系上安全带 大客车 现在会发生事故以后 很多人就知道 不带安全带甩缩 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 报警是更好地 为我们乘客安全提供保障 记者李恩禅报道 为了防控疫情 戴好口罩 擒通风 注意消毒等 仍是必要之策 那其中呢 免洗洗手液 或者凝胶产品 被一些朋友随身携带 然而日前 南京江宁的执行人员 在日常巡逻的时候 偶遇了一起 免洗凝胶 自爆的事件 执行人员回忆 当时路边一辆汽车 听到砰的一声响 观察后 发现窗户上有粘液状的物体 联系到车主后 进车内查看 才发现 肇事者是一瓶 免洗洗手液 车主介绍 自己习惯在车内 放一瓶 免洗凝胶 用于日常手部消毒 当日汽车露天 停在太阳底下 疾控部门的专业人士介绍 免洗洗手液的酒精含量 通常也不低 低的40%到50%左右 高的可达60%到70%几 阳光直射 容易造成凝胶迸发 以至车内充满 气雾状态酒精 亦发生火灾 夏季的车辆停在外界 车内温度都非常高 75%左右的酒精 其实也是个风险点 另外 防疫消毒用品 切勿高温下存放 且有效绿类酒精类 消毒用品 高温下会失效 今年共有11个 道路积水改善工程 被列入本年度 上海市卫民办实事项目 市水务局昨天介绍 目前9个项目已经完工 剩余两个项目 也将于9月底前建成 进一步提高深程暴雨天 排水抗烙能力 在建国东路 正在进行道路积水改善工程的 施工人员 正在为主线排管进行开挖 原本埋在建国东路 顺昌路至赵州路的一条 直径40厘米的水泥管道 已经废弃 将附设一根直径1米的河流管 排水量可以增加5倍 沿线街坊支管 出门警也将全部接入新管 9月份项目实施后 将大大提升 该路段的排水抗烙能力 排水部门介绍 中心城区排水管网 建成时间早 管境小 排水系统设计标准不高 在台风暴雨天气 容易造成道路积水 1998年以来 水务部门一累计实施 322个道路积水改善工程 辐射排水管道 约167公里 今年全市11个道路 积水改善工程 共涉及市中心6个区 辐射排水管道 近4.1公里 管境扩大了 我们整个排水系统 也是起到一个 补足短板的作用 改造完的地区上 它的周边 它的积水情况 是大的缓解了 记者韩琼报道 昨天市住建委副主任 市房管局局长王珍 走进下令热线 接听市民来电 王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十四五规划当中 将注重增存病重 共计安排5000万平方米 老旧住房的房屋修缠 这样老神 您反映的问题 我们会立即联系 我们金安区的房管部门 上午市住建委副主任 市房管局局长王珍 做客下令热线 接听来电时 有市民反映称 所住楼洞的水箱出现漏水 家中用水水流变小 影响生活 记者来到位于大同路的居民区时 金安区北块应急中心的工作人员 正在进入楼洞 工作人员介绍 该楼洞的水箱由于老化 导致水管损坏出现渗水 工作人员爬到楼顶 对破损的旧水管进行了快速更换 此时距离街道报修仅一个小时 快速出动应急修缮 能最大程度解决居民住房的 激南筹问题 与此同时 房管系统的十字五规划 对通过前期预防综合改造 来优化存量住房的安全性 也很重视 我们首先还是要立足于保障 上海所有的居住房屋的安全状态 这是我们所要要完成的 整个是四五四五千万平方米 要进行房屋的修缮 确保它的安全 确保它的使用的功能 记者路遥报道 环球视野带您纵览全球大小事 我们先把视线转向美国 当地时间十号 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总额 大约一万亿美元的 跨党派基础设施投资法案 那随后呢 这个法案将被送交 国会众议院进行审议 但是其批准前景尚不明朗 尽管如此 美国舆论仍然说 这是拜登的重大胜利 也是他在实现民主党立法 把优先事项方面 迈出的重要一步 参议院当天以69票赞成 3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 通过了这项基础设施投资 和就业法案 当天有19名共和党人 加入了民主党人的行列 还有共和党谈判代表 在表决前表示 过去几十年 历任总统都试图通过 基建一览的计划 但都以失败告终 今天参议院即将创造历史 据了解 基础设施投资法案 包括为现有联邦公共工程项目提供资金 同时在五年内 新增约5500亿美元投资 用于修建道路 桥梁等交通基础设施 更新完善供水系统 电网和宽带网络等 不过 由于一些温和派民主党议员 和共和党议员 反对美国政府继续大幅扩张预算赤字 其立法审批前景并不明朗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 基础设施投资法案将在未来十年内 推高联邦预算赤字 约2560亿美元 该预算办公室 今年7月发布的报告显示 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 和美国采取的疫情应对措施 进一步扩大了财政赤字 预计2021财年 美国联邦财政赤字 将达到3万亿美元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达到13.4% 为1945年以来第二高水平 美国英国和加拿大9号分别宣布 针对白俄罗斯发动新一轮的制裁 而面对西方的组团施压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当天回应说 西方的制裁不会取得胜利 美国总统拜登当天签署行政令 新一轮制裁对象 包括白俄罗斯甲肥公司 白俄罗斯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 和支持卢卡申科政权的知名商人 以及与他们有关联的15家公司 制裁波及到国防、能源、甲肥生产、 烟草、建筑、运输以及相关领域的人士 英国、加拿大则对白俄罗斯的 关键经济领域实施新一轮制裁 英方制裁还包括 禁止白俄罗斯飞机飞跃或降落英国 禁止英国公司为白总统卢卡申科的 总统专机机队提供服务 欧盟方面当天表态 支持美加英三国的制裁措施 同时也将继续向白俄罗斯高层施加压力 针对西方国家的连番出手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当天予以猛烈抨击 盧卡申科表示 明斯克方面希望继续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关系 包括军事合作 白俄罗斯有兴趣向俄罗斯购买S-400中远程防空导弹系统 而如有需要 白方可能还将邀请俄军在白境内进行部署 韩国统一部在昨天说 朝鲜当天下午未接听韩方通过 韩朝联络办公室及军事通信线路拨打的例行电话 那韩方将会密切的关注相关的情况 韩国舆论分析认为 朝鲜欲以此来表达对韩美举行联合军演的不满 据朝中社报道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10号发表讲话 谴责美韩举行联合军演 并敦促驻韩美军撤出韩国 据悉 韩国政府将于今天上午的11点再次的尝试与朝方进行例行通话 当地时间10号的早上8点左右 美国田纳西州霍金斯警方接到报警电话说 位于彻齐西尔地区的一所高中有一名活跃的枪手 警方随后封锁了这所学校 但最新的调查显示这可能是一起谎报案件 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在接到报警之后至少有五个执法机构做出回应 警方迅速赶到学校展开调查 但并未发现可疑的持枪人员 也没有发现受到枪击的伤者 目前学校已经将所有学生撤离 为安全起见附近学校也被暂时封锁 不过霍金斯县一名警官认为 目前所有证据显示这起报案可能是一场骗局 警方已经对报警电话录音并将彻查其来源 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可以说是最特殊的一届奥运会了 新冠病毒的阴影是一直笼罩在整个的赛程当中 9号呢 东京奥运会跳水冠军英国跳水名将马修理 在社交媒体上透露说 自己在回英国之后的新冠检测呈阳气 马修理今年23岁 是英国跳水名将 曾夺得过欧洲运动会的男子十米跳台冠军 在本届东京奥运会上 他和搭档戴笠在双人十米跳台决赛中 击败各国高手后获得冠军 这也是英国选手在奥运会开始设置双人项目以来 夺得的首枚金牌 然而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马修理在回国后即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而他最早感觉有症状是在8月4号 马修理表示 他在去年就竭尽全力躲避疫情 但一回来就确诊了 感觉身体不舒服 不过不是病得很厉害的那种 就像得了流感 觉得筋疲力尽 现在并不能确定 马修理到底是什么时候 在什么地方感染的新冠 按照东京奥组委的规定 所有运动员参赛前都要进行核酸检测 只有检测阴性才会被获准参赛 所以有媒体分析称 7月26号与其一同比赛的队员 应该问题不会太大 韩国疫情也在不断发展 据韩国防疫部门和首尔市等各地方政府10号消息 截至当晚9点 韩国较当天零点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2021例 这是韩国出现疫情以来 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首次超过2000例 此外 韩国卫生部门10号披露 全国已累计报告1500多例 完成新冠肺炎疫苗接种后 仍然确诊的突破感染病例 疾病管理厅说 随着疫苗接种进度加快 突破感染病例可能会变多 但突破感染发生率 目前只有0.02% 水平极低 接种疫苗的益处大于突破感染的风险 韩联社援引卫生部门的说法报道 人们即便完成疫苗接种 仍可能感染新冠病毒 但突破感染病例基本为轻症或无症状 最近两个月 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在缅甸蔓延 截至本月10号 缅甸累计确诊新冠肺炎感染病例33.3万例 累计死亡超过1.2万例 在过去两周 缅甸的新冠肺炎死亡率超过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 成为东南亚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 由于医院床位短缺 许多人在感染新冠病毒后只能在家疗养 但是医用氧气的短缺让不少在家疗养的人因此死亡 据缅甸新光报10号报道 缅甸5400万人口中只有大约175万人接种了疫苗 而在英国为抗疫政府实施疫苗通行证 数百名示威者当地时间9号试图冲击位于伦敦西部的英国广播公司办公大楼 他们认为英国广播公司在疫情报道中没有传递正确的信息 欺骗了英国人 现场一度失控 部分示威者试图强行闯入大楼遭到警察阻拦 然而示威者似乎搞错了地方 据英国媒体报道 英国广播公司早在2013年就搬离了这栋建筑 好 接着我们来关心天气 随着台风卢弼向北移动 日本北部多地出现了大道暴雨 目前已经造成了一人死亡 30多人受伤 而草菅密生著名的户外艺术装置南瓜 也因为风高浪急遭了痒 北海道南部和青森地区 24小时降水量一度达到300毫米 导致多处道路和房屋被淹 暴雨还引发洪水冲断桥梁 受台风影响 日本铁路公司十余条线路暂停运营 起降该地区的上百个航班也被迫取消 当地气象部门已发布最高级别暴雨警报和泥石流预警 卢弼8号开始影响日本 9号已降级为温带气旋 这让一些地区放松了警惕 不过位于香川县直岛丁海边的草菅弥生代表作南瓜 还是被大风吹入了海中 随海浪来回漂浮 裂成三块之后被冲上岸 相关部门称他们误判了卢弼的威力 因此没有提前给艺术品搬家 导致固定南瓜的金属零件脱落 这才引发了事故 这件高约2米宽约2.5米的艺术品 1994年起一直矗立在枝岛海边 是日本著名的旅游打卡点 南瓜下海漂流的视频被上传到网络后 网友们都惊讶地表示 这么多年才知道这个大家伙竟然是空心的 自6月30号 梅西与巴塞罗那合同到期之后 作为世界上最优秀的球星之一 梅西的去向一直吸引着全球众多球迷的关注 北京时间10号晚上 法甲的巴黎圣日尔曼俱乐部 也就是咱们球迷熟悉的大巴黎官方宣布 阿根廷球星梅西正式的加盟球队 双方签约两年 大巴黎官方在梅西所乘坐的航班抵达后 发布了一条视频动态 视频中出现了6座金球奖 与埃法尔铁塔共同出现的画面 还有阿根廷国旗 阿根廷国家队球一等元素 一切的画面都明示了这位阿根廷巨星的加盟 值得一提的是 视频画面中一闪而过的巴黎更衣室的画面中 内玛尔的10号球衣 与姆巴佩的7号球衣分区左右 而中间的空位也似乎预示着梅西即将到位 据悉梅西在新东加 会选择其在巴萨出道时所申批的30号球衣 此外 大巴黎官方同时宣布 今晚梅西将现身王子公园球场的礼堂 召开其正式加盟的新闻发布会 有媒体报道 梅西在大巴黎的年薪为3500万欧元 梅西的加盟也引起了当地球迷的巨大反响 不少球迷在梅西即将加盟的消息传出后 就一直等候在机场外 为了一睹球王的身影 还有球迷在梅西入住酒店对面的人行道上 一直高喊梅西的名字 梅西自200年7月从纽维尔老男孩进入拉马西亚清训营开始 共为红蓝军团效力21年 出战778场 贡献672球和305次助攻 并随着赢得了4次欧冠冠军 10个西甲冠军 7座西班牙国王杯和8座西班牙超级杯 在个人荣誉方面 梅西在效力巴萨期间收获了6次金球奖 2次欧洲足球先生和2次世界足球先生 在商业方面 据测算 梅西身价已经达到4亿美元 此外 梅西以1.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4亿元的收入 位居2021福布斯全球运动员收入排行榜第二位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上海早晨 那稍后您将会看到 上海母女共利于主捐出了千万遗产 感叹人这辈子无法拥有 永远的拥有财产 自住餐厅的摊盘有附着物和污渍 时刻就餐心不安 小萱您您看 稍后关注 小萱在现场 一群说新闻 时间来到了早晨的8点33 再次问候各位早安 近日一对上海母女来到了中华遗嘱窟 上海第二服务中心 母亲吕云珠打算立遗嘱 把财产留给女儿 不过因为女儿没有结婚 所以两人打算未来女儿老之后 把遗产全部捐出 女儿叶迟迟告诉记者 人这辈子无法永远拥有财产 希望将来遗产可以捐献给有需要的人 老旧改造 那告别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土地 迎接全新的生活 对很多住在老弄堂里的居民来说 是盼望已久的事 在怀德路济宁路路口就有这么一条旧式理论 大家马上就要告别拎马桶的生活 走进新居 在各奔东西之前 老邻居们用镜头记录下了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点滴 家门口 弄堂里 阁楼上 看似不起眼的生活场景都成了居民们争相留影的地点 不少关系密切的老邻居更是趁着在这里最后时光留下珍贵的合影 四个都是家居来 现在很开心 可能我们分到外面了 我也会去的 亭子间老虎窗 拥挤的老房子横空生出窗外的晾衣架和竹竿 这一切曾经很熟悉的场景随着旧改都会越来越少 曾经的老邻居也将各奔东西 但是这份守望相助却不会变 走出老龙堂 来自原平良五十三五十四街坊和四街坊后方三敌块的部分居民已经住上了新房 这间温馨雅致窗迷极净的新房就是云文晴和钟荣明现在居住的地方 老两口曾经住在怀德路491隆56号 今年三月份云文晴一家签约之后通过货币化安置 再加上儿子补贴了部分费用购买了现在的新房 今年年初一家人搬进了这个新家 住进来了有电梯关节也不通了 自从搬到了这个新房子以后呢 能感觉到年轻了 因为心情好了 心情很舒畅 美美说起现在的房子 于文晴和钟荣明的眼里满是藏不住的笑意 新房不仅实现了于阿姨拥有独立除卫这一几十年的梦想 还有一间让她觉得幸福感倍增的大卧室 而从于阿姨新居宽敞的阳台望出去 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老房子 老两口说想亲眼见证老房子的未来 要说房子到底归谁这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得看房产证上的名字 可是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房产纠纷案件就有些离奇 新上海人吴小军夫妇俩在自家购买的房屋之内 安安稳稳地居住生活了二十多年 可是突然有一天 一群人找上门来声称房子是自己的 那面对这样的遭遇 夫妻俩就开始了追讨房屋八年的维权之路 还算幸运的是夫妻俩的维权之路并不孤单 几经周折这场耗费心神的维权行动 终于是有了结果 新的房产证拿到手了 上周在静安区房地产交易中心内 吴小军夫妇俩在静安区共和新路街道 引发盾牌项目组的志愿者和居委会主任的陪同下 拿回了阔别近八年的房产证 这个三十平米的小屋就是吴小军夫妻俩在上海生存落脚的地方 1988年夫妇俩来上海讨生计 租借房屋从事理发工作 1998年洛川中路一小区的居民将自己的房屋出售给了夫妻俩 可不曾想在认识了同小区的陈某 并将其视作家中的座上宾之后 一段噩梦也就此开始 吴小军的爱人求助到居委会 并出示了一张陈某的借据 上面明确显明借用吴小军的房产证一份 如果有转卖转让等行为一切后果本人自负 另欠吴小军人民币三万元 居委会了解到事情的经过后 立即向街道引发盾牌项目组求助 项目组的志愿者崔国栋和马涛成了房屋为先锋队员 由于房屋还涉及抵押贷款 必须等贷款结清才能过户 贷款的期限是2020年到期 而吴小军又苦于资金不足 失去了最佳的房屋保全时机 让本该三年就结束的官司 又向后拖延了近五年 2021年6月25号 静安区人民法院开出了执行裁定书 八年下来以后 真是感谢我们的引发灯牌 这样帮助我们社区的居民 新上海人挽救了我们一个 即将要崩溃的家庭 那在刚刚这条新闻当中呢 房子当中闯入了一群不速之客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件事 同样也是一栋房子里面 闯入了不速之客 家住本市青浦区 华新镇的王琪 是一个生意人 育有一儿一女 那因为做生意赚了些钱 因此呢 在华新镇的一处高档楼盘 买下了一套三室两厅的商品房 可是就在几个月之前的一个清晨 这套房子里突然闯进了一名不速之客 您好 报警人当时比较有紧张 看上去是比较的激动 此刻那名闯入家中的男子已经离开 但王琪仍然惊魂未定 五点左右 房门突然间打开来了 第一反应就是家里的小孩 还上学去了 或者说隔天没跟我说 要交钱 所以说打开房门 但随即王琪反应过来 对方不是家里人 那看着还是挺让人后怕的 紧接着发生的一切呢 让王琪更是脊背发凉 这名不速之客声称打劫 但是让人匪夷所思的是 在拿到钱之后 他居然还提醒王琪报警 王琪说自己做生意多年 处事也算圆滑 因此他不认为是有人故意闹事恶作剧 而且当时对方显然也是愣住了 在短暂僵持几秒之后 从对方口中蹦出两个字 王琪告诉民警 他想过和这名男子搏斗 制服对方 因为从体格上 他不是没有胜算 更何况 儿子就睡在隔壁房间 是个成年人 也能助一臂之力 但转瞬间 王琪放弃了这个念头 王琪无法确定 对方是否持有凶器 他必须要保证 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王琪将这名男子 从卧室请到客厅 在卧旋中 男子向王琪表露 他是网络赌博输了钱 随即要求王琪手机转账 王琪明白 如果不拿到钱 男子不会善罢甘休 最终王琪从客厅 电视柜抽屉的信封里 输给了对方3000元现金 在拿到钱离开王琪家之际 男子居然提醒王琪要报警 一个入室抢劫 却还提醒受害者报警的男子 究竟图的是什么 预知详情 请关注今晚19点15分播出的东方110 那平时在生活当中有不少人啊 爱去自助餐厅里消费 品种丰富 而且呢 唱吃唱喝 胃口越大越实惠 那么当你去自助餐厅 大快朵鱼的时候 会不会关注餐具的卫生情况呢 最近世民西先生反映 他在米航浦江万达的连锁 自助餐厅新伦多吃饭 在他吃饭的时候呢 发现有不少餐盘没有洗干净 有的餐盘上甚至还有米粒 于是呢 我们的记者展开了调查 西先生说 7月24号晚间 他同朋友在浦江万达的新伦多 自助餐厅就餐 当时 他发现该餐厅的塑料餐盘 没有清洗干净 上面不是有米粒 就是有其他餐字 看了大概有三四十个盘 大概百分之七八十 都发现现问题 西先生就看到的问题和餐厅反应 当时对方解释说 餐具是用洗碗机清洗的 按照流程需要烘干 是他们疏忽了 那么新伦多餐厅里 餐具的实际情况究竟怎样 西先生反应过后 问题有没有改善呢 记者来到现场时 正值午市开始前 还没有顾客进场 不过 透过玻璃可以看到 防疫期间 该餐厅内的厨师 口罩佩戴大多不规范 当记者向店方提出 为何有时刻反应 该店餐具卫生情况不如人意 该门店负责人 将问题归咎于洗碗机故障 你说我自己这份管理 可能有些问题 是洗碗机坏了吗 洗碗机它里面可能会有点 那个时间长 没清理干净 就是我自己检查不到位嘛 可能会出现点问题 这也是我自己管理的实质 我估计你们盘子是不是周转不过来 吃的人多 你们这盘子要反复循环 当场要洗的了 当场洗过 一清二洗 然后再过洗碗机嘛 洗出来之后 可能我自己就没有去做健康 会出现问题 估计我要求你们 肯定都要烘干出来的 对吧 该负责人表示 关于餐盘清洗 他们也已经做了整改 在这位负责人同意下 记者再次来到该餐厅 进行了抽查 没想到 记者随机拿起了一叠餐盘 大多数餐盘上面 还是有污温 就普加万达新伦多的问题 记者试图采访店家所在的万达广场 不过对方予以了婉拒 但是商场方面表示 他们接到投诉的当晚 就前往餐厅查看 相关问题属实 他们现场就处以了餐厅2000元罚款 另外 记者也从敏行区市场监管局了解到 他们也对该餐厅部分餐具 做了ATP快捡 没有发现异常 记者吴浩亮汤杰报道 那看来大多数餐盘上 确实是有肉眼可见的污渍 商场方面对餐厅进行了处罚 但为什么市场监管局的抽查会过关呢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消毒餐饮具当中 有一项感官要求 里面写到 餐饮具应表面光洁 不得有附着物 不得有油渍泡沫异味 而ATP快捡反映的是 餐具表面的微生物数量 在消毒餐具的国标当中 除了有微生物的要求 感官要求 还有消毒剂残留的标准等等 那我们说食品安全无小事 何况是疫情期间更要重视 此前上海市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条例就明确了 餐饮服务单位应当提供 公块公勺服务的责任和义务 那最近金山执法人员发现 辖区内有部分餐饮单位 漠视风险防范 为主动向客人提供公块公勺 在引导教育之后仍不改正 金山区市场监管局做出了行政处罚 前期我们对你们进行了一个警告的行政处罚 你还是要按照要求继续 然后不但是要把公块公勺摆出来 同时还要是去督促消费者进行使用公块公勺 好的 知道了 记者在餐饮店内看到 经过整改后 公勺公块成了美桌的标配 与此同时店内还张贴了公块公勺文明用餐公益广告及桌贴 服务人员也会对用餐客人进行公勺公块使用的善意提醒 我们的话是在每一桌上面都参加了公块公勺 然后在那个客人来的时候 我们会提倡他使用公块公勺 注意卫生 疫情以来 未落实餐饮单位公勺公块配备要求 增强餐饮单位主体责任意识 执法人员以多次开展餐饮单位双随机检查 同时为避免公勺公块成为新的污染源 执法人员还会对公勺公块的清洗消毒的记录进行检查 加大对餐饮剧监督抽检力度 提倡我们商家采用不同的颜色以及材质 来把这个公块公勺与四块勺进行区分 这样的话消费者使用起来也比较方便 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炼 但是反过来不怕火炼的未必就是真金 最近加定警方抓获了一伙 以典荡假金示威诱饵的诈骗团伙 那正是利用了黄金不怕火炼的特点实施诈骗 非法牟利四万多元 那么骗子究竟玩的是什么障眼法呢 今年六月中旬 加定镇街道某典荡行 来了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 自称急需资金周转 要将一只黄金手镯做抵押 一个月后取回 典荡行老板龚先生当场又火烧了一下 觉得是真金便完成了典荡手续 可是一个月过去了 男子却始终没有露面 而龚先生在和同行聊天时得知 这名男子曾在多个典荡行 典荡同款手镯 龚先生发现事情不对劲 就将手镯剪断 这才发现所谓的黄金手镯 实际上是金包银 他们通过这种金包银的方式 就是把银器 外面包着金器 通过这种方式来规避 典荡行老板的这种检查 然而离案发已经过了一个多月 店内监控画面也不完整清晰 给调查带来很大难度 就在这时 典荡行的龚老板又有了意外发现 刷抖音的时候 突然发现了一个 与嫌疑人比较相似的 这么一个抖音的短视频 于是他将这个视频提供 给我们派出所 通过进一步的侦查 明确了这个嫌疑人的身份信息 最终公安机关将 嫌疑人朱某 肖某等三人成功抓获 据嫌疑人交代 他们三先后在上海金山 青浦嘉定等地 以金包银的假金式 冒充真黄金 典荡实施诈骗 非法获利四万多元 目前犯罪型人均已被公安机关 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昨天上午10点钟左右 镇宁路近余远路上 一棵行道树突然倒幅 砸到了途经的一辆轿车 和两辆电动车 那其中一名电动车车主 被砸伤 现场视频显示 事发后 一辆黑色轿车被压在树下 一名男子抱着头 躺在路边 医护人员正在紧急施救 正常行事当中 忽然一下倒下来了 车数这里等着就溜着的 大概在二三十码左右吧 好在轿车车主没有大碍 另外两名被砸到的电动车车主中 一名外卖员被刮伤皮肤 自行离开现场 另一名伤者送医救治 没有生命危险 据行道树光表示 岛福大树的树林有十多年 相关调查正在进行 根细还是比较茁壮的 无风的情况 岛福还是第一次碰到吧 老地上的这个树 会做一个排查吗 排查一定肯定会安排查的 一般会在深秋的时候 进行捕捉吧 记者乡客军报道 好的 今天的小学连连看就到这里 我们今天的微信互动话题是 作家拥抱新媒体 你会关注吗 王国海说了 我年轻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看小说 那除了对小说的内容情节喜欢之外 对书的作者和背后的故事也很感兴趣 有一种神秘感留在心头 所以现在作家们利用微信公众号 与我们交流 这是好事 我一定会关注了解他们的最新动态 网友刘阿芬说 作家拥抱新媒体 我赞成贴近生活 文字优美的好作家 理应得到全社会的关注 那周明道说了 新时代新技术 新媒体史细细的传输 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那著名作家通过微信公众号 和大家交流 我觉得非常好 所以会关注 非常感谢大家发来微信 看今天互动话题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的上海早晨 要了解更多新闻资讯 请扫描二维码 下载看看新闻客户端 新的一天开始了 祝大家全天顺利 我们明天再见吧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